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越南的投资 特别是在具有优势的领域 例如汽车设备和手机设备 注尽信息技术培训的联系软件中心 主持希望LG在越南设立LG主要和最大的生长中心 也是为了配备两国的政治关系 LG集团副董事长表示 LG对越南的投资由来已久 至1995年以来 至今已在越南投资53亿美元 涉及相机生产 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 汽车设备等多个领域 LG拥有27000名员工 越南工人直接在越南的LG工厂工作 公司成员拥有多达7万名 未来LG将在越南再投资40亿美元 集团希望在未来继续在越南多领域进行合作和投资 将越南打造成手机摄像头生产中心 在越南 海防可以说是LG的首都 据海防市资讯网站报道 在海防LG集团在长翼工业区投资了7个项目 目标是生产高科技产品 包括视听设备 手机 平板电脑 手机 家电和冷藏 LG组合项目总投资额达72.4亿美元 将工业区和经济区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8.2% 将全是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7.13% 此外 LG集团在海防市实施的项目 已形成卫星项目网络 50多家企业在长翼工业区投资 辅助生产 总投资额近10亿美元 至上星期也结束了今天不动产经营新闻 请帮我们的影片按赞分享 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平台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